今天我们要搭乘台湾高海拔 在断崖边的列车前往一个秘境 可是据说有部分的回到已经中空了 会不会很危险恐怖呢 还要去一个被两座山捧着 号称台湾最大的神秘高山湖泊 周围明明没有溪流珠禄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原因至今仍然是个未知哦 在这个森林游乐园里 我们又会碰到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 今天也跟我们一起去探险吧 Let's go 我们想要去哪里想走的 太平山 的路上 然后现在就有一次 因我爱 我跟你说今天有寒流 我跟翔哥怕爆了 直接去说太平山上面的温度会是 零下四度 早上啦 现在应该还好 我可以弄的大概会三步一小拍 四步一大拍 好美哦 这是一个公园吗 诶 真的耶 它蛮帽的耶 现在我们继续走之后 你看 这片子很漂亮耶 白 而且它已经就是树干到树枝有点白色的感觉 而且它很浓密耶 我们来看一下吧 好漂亮耶 来近看 比较漂亮 看上了 我们和我们园区禁止全毛泉路 这样总共700人 它是这样是 所以像是车子一台100 一台100 然后全车是一个人150 OK 进入太平山的路口 会遇到收费亭 收费的方式蛮特别的 是以人数计算再加上汽车的费用 高高年人员很贴心的提供 游客太平山园区的地图 地图真的蛮清楚又很可爱 有包含景点、洗手间、贩卖部、咖啡馆等等 也有标注步道的距离和时间 就好像拿到了一张寻宝船观地图喔 说实话单独看入园门票好像不算便宜 但其实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的范围非常的大 景点种类也很丰富又好玩 当天我们虽然走了部分的景点 但真的有值回票价的感觉 大家期待一下等等的风景吧 我们又要南路猴了 而且它就是在上面 它就是在横扁 有小猴子 小猴子 你看它们的BB 哇 妈妈保护小宝宝欸 户外看到可爱的猴子 今天千万不要喂食 除了会影响野生动物的饮食习惯 其实也会间接造成猴子 有抢夺攻击人类的行为产生喔 就像我们之前在高雄的山区就遇到 只是纯粹路过 猴子就突然出现很凶猛的攻击行为 那次真的很可怕 它们完全不怕冷 之后有机会会跟大家分享我们那次的惊恐经验 这里的左边是停车场 右边就是前往太平山服务区的方向啰 在这下面有一个平地停车场 大家上来看到这根棍棍就这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不太好找 因为它没有告示牌 但有明显的建筑物 然后这边这边你看 就是它的游客服务中心 那我们要上去的售票亭在哪里呢 往这里走 旁的楼梯就往上面这边走 你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你就会看到 我们现在要去搭这个蹦蹦车 它其实是以前台湾拿来去运送的木头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借款机補到 到时候去那边也会有铁道 对 所以我们就要从这边上去了 大家看到告示牌之后的这个好汉坡 太平山其实也有季节限定的风景哦 想进季节前往的时候 像我们在售票口的路途 可以看到随处可见的茂盛樱花林 而枫叶需要几度低温才会变色 在太平山步道这里从5月开始 会一路红到10月哦 你就会看到一个岔路S型 然后就继续往上 应该说是闪电型的 然后你就开启了你的好汉坡 这边其实可以用 它的选择没有多 但是它其实在这么高的地方 还是有东西可以吃啊 就这里是咖啡厅 云海 咖啡馆 餐厅我记得它是算能数的 一个人是250块 去往上 太平山的蹦蹦车是非常有名又好玩的景点 建议大家把这里规划成第一站 因为有很多的网友分享 特别在假日 蹦蹦车车票是非常难抢到的哦 甚至有人9点就到了售票 当天的车票已经全数售完了 所以我跟翔走哥决定 今天的路线就要从山顶往下玩啦 我们下去买蹦蹦车站的票了 然后一直往前走就会到这里 其实蛮日系的感觉 木制的售票口 你看啊 然后这边有写蹦蹦车站 那回程的时候要顺便一起买吗 还是不用 不用买 没有下车 蛤? 没有下车 蹦蹦车轨道颠簸近年发生崩塌 因此暂时改以直步通车 从原先在3公里处 简直1公里处就折返 行车往返的时间也大约20分钟左右 很贴心的是票价也因此暂时调价为50元 所以等于说游客们到这里 也还是能够体验 但有点可惜的就是 我们不能够前往真正的地利地了 那你在等下一班车站期间 你有空的话就可以到旁边这边看看 它有一些以前类似像是火车 或者是运输一些木材的设施的简介 还有他们的历史介绍 你就从轮梯上去之后 然后那边就是搭车的地方了 所以就在正隔壁而已 正隔壁 자기急 跟bon会酱 瑟琴 好帆意見 好帥喔 當火車準備出發之際 蹦蹦車車長開始搖鈴叮噹噹噹的聲音與熱情的蒸汽聲 車子行進間飄散著淡淡的美容氣味 是充滿時代感的火車回憶 沿途路過逼近懸崖的中空步道 跟著軌道比直 轉彎的腳體映入眼簾的 除了綿延不絕的翠綠山巒 高山樹林美景之外 乘著黃色沖暖朝氣的運載車 左搖右晃的節奏 帶著我們走路大自然山林的擁抱 現在在我們在哪裡 現在在山上的火車上 超級冷的 翔綁哥說嗨 嗨 車移動中很搭很煩 非常的非常的煩 對 然後你可以看這邊沿途的沙四營 還有太陽的陽光 蹦蹦車這麼可愛的名稱 它過去的用途是什麼呢 其實是太平山林場的運載鐵道 真正的名稱是山地運載軌道車 鐵道完成於1924年 當時的總長度大約20公里左右 是為了開採山上的寬木資源而建立的 一直到了1978年的 大大颱風重創了這裡的建設 收入費用又太過龐大 以及當時的林業政策改變 最終這裡才停止了移民走路的歷史 好Q喔 嘟嘟嘟嘟嘟 看出去的景超美 剛剛感覺在建設 搞不好回頭 欸 現在突然擊殺了 對 因為它目前 後面是沒有 對 後面沒有就擊殺 所以我們現在變車頭了 嗯 乾脆 喔 這是肉 欸 可以爬到山在這裡 像我們變成在車頭 就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要回程了 歐門 歐門 就是車頭車尾會換方向前進 算是小體驗 不錯 正常鐵道開放的目的地 民眾可以抵達茂新車站 乘車的總長度大約3公里左右 遊客可以再往山林裡走去 漫步在茂新懷舊步道裡 據說沿路有過去流的鐵軌 木頭 橋樑遺跡等等 和豐富的檜木 扁駁 柳山林 還有褲類植物 結合了歷史又充滿生氣 像童文化故事一樣的景點喔 非常可惜的 我們這次真的錯過了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 曾經去過的你在那裡 有哪些讓你看過難忘的回憶呢 等一下就要看到火車的尾巴囉 這邊應該說火車等一下拍得好看 轉角速度最重要的 因為你就可以看到整間的車廂 對 非常的模糊 要來囉 好長喔 真的很綿長耶 翔哥好忙喔 大轉角 沒錯 大轉角就是這裡拍照的最佳時機 但是我們現在來的月份是在2月左右 所以非常的冷 他就撥一個木頭 結果竟然有冰塊耶 他們說早上這邊是鋪三度的 觀光客跟遊客還蠻多的 然後再加上 他每天的班次其實有限量 所以大家盡可能的話 就可以先把這個安排在第一個景點喔 因為像我們就是這樣做 我們等一下再一路從太平山 就是慢慢往下玩下去 下一個景點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了吧 那蹦蹦車這麼可愛的名稱由來是什麼呢 在終止雨孕後又過了13年 政府開始計劃發展太平山的觀光事業 並打造專用的開放式側巷 因為列車在行走時會發出蹦蹦的聲響 才有了太平山蹦蹦車這個稱號啦 會這樣已經進到那邊 你看你的那邊 太平山山到了 你看看你們真的有冰塊耶 太眶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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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的喔 好熱水喔 因為太平山蹦蹦車海拔的高度 在這裡冬季是會降雪的 是台灣少見的雪中鐵道喔 這毛頭鷹超級可愛的 這就是車頭 但它同時也是車尾 所以我們只能抵達1公里左右的距離 但它的總長是3公里 所以它的票價也就還蠻合理的這部分 它也就從180變成50元 就等於說讓我們小小的一個體驗 然後收個體驗價 我覺得在山林裡最棒的這種心曠神儀的感覺 然後藍天配綠葉 我這邊有個很重要的廁所 那廁所很乾淨 而且它有個非常特別的事情 算是我今天學到的一個小知識 它上面也有寫說 請物關閉水龍頭的水 因為我剛經過我想說 這些人也太沒功德性了吧 就想說怎麼大家水龍頭水又不關 浪費水 就原來是上面有告示牌 就請大家不要關喔 就真的像小柳哥這樣怕他結冰 是不是蠻有趣的小知識 我倒是沒想到 你覺得你先拍一張 欸 它這樣好可愛喔 好好好 第一張喔 什麼 你看它這樣還有那流浪的感覺 好可愛喔 超可愛 而且它是空心的耶 我們現在到了翠峰湖這裡 這裡有幾個停車場呢 其實我覺得它不多耶 我覺得大概真的像講的一 25 30 旁邊的洗手間 這邊的洗手台 竟然都結冰了 去看吧 走 可是要小心都會很滑 哇哦 好酷耶 好厚喔 這邊有沒有要看這邊就好了 這也是 哇 你看那邊洗手台 呃 哎呦 這個太跌倒了 真的真的會跌 對啊 還是小... 欸 你小心 真的很滑 超級滑的 這邊地上都是冰 哇 喔 擺不起來 結冰了 旁邊就圍一圈 這個也很好玩 哎呦 哇 你把它毀了 好冰喔 我們來到太平 看來下個景點就是翠峰湖的 環山步道 山中的湖是嗎? 對 那我們走吧 GOGO 它好像是全台灣最高的高山湖 好像是 我不是很確定 會不會它今天結重呢? 可是 可是 期待一下 可是那個 那是什麼東西? 嘉明湖比較高啊 真奇怪 現在在這裡 假設我們全走的話 2點多小時 我們就走5分就好 不然是台灣那邊就好 哇 它看起來蠻大的耶 好 走吧 好 GO 進來這樣還蠻好走的 好30米的感覺了 而且今天我們平日來 竟然人海那麼多 看湖的話要往這邊 因為高四排有寫 翠峰湖環山步道 就不要往上喔 謝謝啦 那我們肉魚頭圈頭見 See you 肉魚會覺得很冷嗎? 冷啊 你看我現在 整個人梳在一起 我就一直低頭走有沒有 很抱歉耶 你看我戴兩層帽子 其實這條步道很清爽耶 都是木頭的 對啊 而且很舒服 真的 搞不好這裡到的時候也可以那個 人魚友善 好可愛喔 好快喔 這湖也太快就到了 但這個湖也很奇妙耶 它好靜靜的喔 有了 那邊地表有結冰喔 很花耶 欸 真的耶 我跟大家示範一下到底多花 我打人喔 我打人喔你 你不要加AVS 有人說要加AVS喔 然後一直抖 這裡的步道全程採用架高的方式 以不破壞原始地表不改老底層動物為原則 所以大家記得在拜訪的時候 垃圾不落地 也不要大聲喧嘩 驚動住在這裡的野生動物喔 這湖水有點綠綠的 可是蠻漂亮的 這裡是不是比較高啊 這裡應該已經快點要全 給大家看一下到底多麼冰 看這個就知道了 超級結霜的 這邊結冰了 欸 結冰了 要刮刮熱喔 七年要刮刮熱 哇 肉依的自身醜了 欸 想走 而且 這我蠻後悔愛心 哇 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步道的景色就已經蠻好看的了 真的 看到了 看我又瘦在一起了喔 好險妳有穿外套喔 對啊 冷死了 妳永遠不覺得冷了 沒有太陽的地方就知道還是霜 沒有太陽的地方就問 超級可愛的 變變變變變了 翠風湖到了啊 就在後面 真的是翠綠色的耶 現在在這個平台這裡 哇 好冷喔 我一直在發抖耶 你看這個湖 翠風湖是台灣最大的高山湖泊 唯於太平山與道遠山之間 因為這裡經常有雨 因此有活物中的上雨之稱喔 冬天枯水寂雨 灑落的陽光 就像翠綠山峰的雙手 捧著璀璨寶藍的翠風湖 這裡也是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風情喔 下面有一個水槽 上面這些白色的木頭 就是因為之前森林炸吼的時候 已流下來的 湖水的面積是依照枯水期 風水期會有變化 每年的夏季呢就是滿水期 那大家有發現一件特別的事情嗎 翠風湖並沒有任何的河流注入 源頭僅僅是附近的山區 雨水屬於獨立的高山湖泊 神秘的翠風湖形成的原因 至今仍然不明喔 也因為塑溪魚類無法進入繁衍 沒有魚類等天敵 所以這裡的青蛙多的嚇人 據說東眠期間以外 湖畔周圍的草叢常見一團一團白色的 那就是青蛙軟喔 這裡也是美花鹿水鹿 還有台灣黑熊的後花園啦 東京的湖面看起來一大一小的圓形 就像葫蘆的形狀一樣 我們現在站在結霜的樓梯上面 對啊 真的很冷欸 老實講真的很冷 超級冷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翠風湖啊 其實它真的是翠綠色的 好特別喔 景色蠻漂亮的 嗯 我覺得這裡很漂亮的感覺 很像就是被...被影石炸過 然後又下過雨的地方 如果這邊走一圈的話 好像要兩三個小時 因為我們今天還要去別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不打算走一圈 所以大家在這邊看看湖上什麼樣子 對 到了精彩的環節 現在這裡面有太陽 翔走哥的手一直在動 從那個太平山莊那邊過來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這裡看起來是蠻安靜的 而且就是一個密道的感覺 但是整條都結霜了 因為沒有太陽 極盡山盡的地方 哇 其實我現在在這邊走路有點 像在歐洲的感覺 喔 後面喔 對 因為其實真的是蠻漂亮的 很喜歡是一個蠻大的大景的 沒錯 蠻推薦大家來這邊的 我也很推薦耶 欸 真的耶 哇 我們看到冰柱了 這裡其實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它是台灣第一什麼 極盡山盡 在這裡的遊客要盡量保持安靜 為了保護裡面的小動物們 它就有說這邊是禁止導遊使用麥克風 或是任何廣播器材的 下一集我們要繼續在太平山往下玩 一起去台灣唯一被票選為全球最美小路之一的 懷舊古步道囉 完了一天也累了 再一起去泡湯放鬆一下吧 影片的最後別忘了按下Like 那我們太平山下集見囉 See you 好 好